今天我们来制作一个魔方蜡烛 我们准备了蜂蜡 这是大豆蜡 这是有香味的大豆蜡块 互相有的 然后香精 还有这些食用色素 和色素块这个是 这个是模具的 首先我们先倒一杯蜂蜡 然后这是大豆蜡 接下来我们要放两块 故乡的大豆蜡块 再加一块蜂蜡块 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材料 慢火煮化 我们打算做三层的颜色 所以现在我们先倒第一层蜡 倒在杯中里 接下来我们加入黄色菜 然后我们要试一下温度 等到这个蜡 降低到65度以下 就可以加入香油 现在这个蜡油温度 已经低于60度了 所以加入香油 肉都会大 接下来我们要用 真心穿入这个抹剂中间 那我们穿好这个抹剂以后呢 尾部要留一段长的线 然后穿入这个固定 更新的木条 接下来呢我们加入第一层 这是弟弟选择的黄色 接下来我们准备第二层颜色 倒入适量的黄蜡 选择了粉色 比较小块 嗯 接下来Heli加入的是紫色 接下来呢加入Heli选的第二层颜色 是紫色 有一点点pink 最后就成了啊 好吧 放进去 弟弟选了什么颜色 white white ok 来放进去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 sky blue 蓝色跟白色 这样加入最后一层 是白色跟sky blue的结合 嗯 两个人跟 各挑了一个颜色混在一起 所以是一个未知的颜色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期待结果了 要是脱模啦 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 因为它的颜色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奇特 哇哦 哇哦 那是很快 你喜欢这个吗 哦颜色是这样子的 哇哦 它看起来很棒 嗯 就是第一层的时候呢 就是辣就是稍微到了 少了一点 所以第二层多一点 第三层就ok 两层